Hello 大家好,我这里是YOYO de gozaimasu 今天我们再来谈一谈在日本非常冷门的成语的应用 那么第一个单词就是TOJIRU TOJIRU这个单词我之前看的也是非常的少 甚至说是可以没有看到过 那么来日本之后看到这个单词了 它是没有汉字的,就是假名TOJIRU 它是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搞错弄错的意思 相当于missした或者是罚 就比如说計算をTOJIRU 搞错了这道TIT的计算或者计算错误了 它的第二个意思,非常有趣 是特指演员说错了セリフ 就是现场NG的意思 那么TOJIRU这种状况 我感觉在日剧里面还是挺常见的 因为日本拍电视剧 像之前看《轮到你的》 它就是一个礼拜献出一集,献写剧本 那么给演员背的时间我感觉也不是很多了 那么对台词的时候也不是口调也不是很顺 就可能会出现现场NG很疯狂的现象 导演就可能会抱怨了 因为日剧它是必须要是原生的 必须不可能是有后期配音的这种状况发生 那么这种情况我觉得国内也不知道有没有 因为我之前看的几部国内电视剧 都是有后期配音的,有配音演员的 所以我感觉TOJIRU这种情况 只要后期人家把劲就不会发生 OK,那我们再来学一个TOJIRU的升级版本 叫HAYA TOJIRU这个单词 HAYA TOJIRU, HAYA是写着早 然后RU呢比辞理,HAYA TOJIRU 这个词组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大家看这个字名意思 早,表示很快,做事情很快 TOJIRU表示一直弄错搞错 所以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过于武断 自以为是一直搞错的意思 这个会怎么造句呢? 就比如说 SOSOKASIKU DE HAYA TOJIRU 一直由于很轻率 做事情很軽 导致武断,错误 这个也是有非常抱怨意味的单词 OK,那么今天大家学了1.5个单词吧 因为这两个单词算是同一个单词 都是由TOJIRU这个词跟演化而来的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学的TOJIRU 表示搞错弄错 第二种含义是特指演员念错他的台词 好,那么第二个单词是HAYA TOJIRU 表示这个人不谨慎 由于自己的过于轻率 过于武断 发生这个错误了 好,那么大家记住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